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周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今天呢,让我们借着英国历史学家贝尼塔修斯的这本读景之碑 来讲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非常迷人的历史人物,苏格拉底 估计不少小伙伴都对苏格拉底的洞穴预言略有耳闻 这个洞穴预言啊,其实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在自己的著作《理想国》中寄述的一个由苏格拉底讲述的故事 那这个洞穴预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苏格拉底就说呀,从前有一群囚徒 他们从有意识开始就一直被锁链拴在洞穴的岩壁旁边 洞穴呢,就是他们的全世界 他们终日面对着一面空白的岩壁 而岩壁上则经常出现一些五花八门的影子 但他们并不知道洞穴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广阔的世界 而那些影子呢,只是外面世界的投影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囚徒被释放了 有个人呢,把他强行拖到了外面的世界 并且告诉他,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景象 之前在墙上看到的全都是假的,全都是影子 可想而知,这个人一开始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他会非常痛苦,怀疑眼前这令人陌生的一切 甚至有可能去疯狂地寻找影子 跑向他曾经看到过的东西 相信这些东西比刚才看到的更为真实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慢慢地开始适应并且接受外面这个真实的世界了 并且呢,开始同情那些仍然被困在洞穴里的同伴们 但是当他回到洞穴里去解救那些同伴的时候 那些人却都以为他疯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离开洞穴 也不觉得他是在解救自己 甚至会觉得他在害自己 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 在一个骗子和傻子组成的社会里 人们痛恨的不是说谎的人 而是揭穿谎言的人 所以在洞穴预言中 苏格拉底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就说啊 如果这些囚犯有能力 他们一定会杀死任何一个试图把他们带出洞穴的人的 这个结论可以说是精准地预言了他自己的结局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苏格拉底就是那个试图把人们带出洞穴的人 所以公元前399年 他以毒神和腐化青年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而面对这样的判决呢 苏格拉底只是从容地引下了一杯毒锦 继续和弟子们谈笑风声 直到死亡 毒锦之杯也就成了一个能够集中体现 苏格拉底精神的这么一个意象 于是呢 被作者选为了这本书的标题 从公元前480年 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失败 到公元前431年 波罗奔尼萨战争打响 中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也就是大约是公元前480年 到公元前431年这段时间 就是所谓的雅典的黄金时代 苏格拉底呢 生活在公元前470年到公元前399年 所以他的整个人生啊 概括起来就是 在黄金时代长大成人 然后呢 目睹城邦由胜转帅 最终跌入战争的深渊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高开低走 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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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人生经历的这种社会落差 肯定是相当巨大的 因为他所出生和成长的 这个黄金时代的雅典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雅典啊 不止在军事、政治、经济上 领导着整个希腊 文化艺术上更是一记绝尘 不但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的雕塑家 画家、哲学家、诗人、演员 流传至今的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用的文化艺术遗产 都数无胜数 而雅典呢 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全都仰赖于他民主的社会制度 雅典的政治家伯里克利 曾经这样骄傲地 称赞自己城邦的民主制 他说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 是因为城邦由大多数人 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 我们看到 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 所有人依法都是平等的 在公共生活中 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 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 他属于哪个阶级 任何人 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 绝不会因为贫穷而默默无闻 虽然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这番自吹自擂多少 有点不符合事实的成分 但是呢 雅典的社会制度在当时确实比 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制流要强多了 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说过 民主制呢 其实也不是雅典人发明出来的 因为古代很多部落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 也算是一种民主实践 但是呢 将表达的自由 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确实是雅典这个城邦的伟大创新 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 全体公民不仅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发言 还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投票 而且更重要的是 普通男性都可以决定表决哪些问题 对其进行细微区分 雅典人不仅拥有言说能力上的平等 而且可以畅所运言 可以公开地批评其政权 这个希腊单词的最佳译文 或许是直言不讳的能力 这是雅典人独有的一种特质 雅典作家们都对其推崇被制 但是呢 雅典人对自由民主的实践也并非一帆风顺 很快呢 人们对自由的狂热追逐 就催生出了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和诽谤 辉煌灿烂的盛事 也给雅典人带来了过度的膨胀和自信 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是世界的主人 可以称霸世界 也正是在这时期雅典患上了帝国病 当时的雅典人疯狂的迷恋 年轻美貌刚健的男青年 把这样的男青年视为完美的雅典人 就有点纯种雅利安人那味了 甚至还立法对其身心进行保护 必须要把他们教育的符合城邦意识形态 因为他们是城邦的花朵 是希望与力量之所在 那么这些完美的雅典人是个什么画风呢 雅典的男青年 都抱有一种狂热的信念 只要具备恰如其分的男子气概 以合法的国家认可的方式成长 就可以保障自己的城邦安全 并且为之带来财富和巨大的荣耀 这种画风的男青年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陌生 也正是在这时 苏格拉底走上了雅典的街头 开始给这些渴望去开疆拓土 建功立业的男青年们 灌输另外一种价值观 开始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影响这些城邦的花朵 看过我做的柏拉图的会影片的那期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都对亚西彼得这个人物印象深刻 亚西彼得就是一个典型的城邦的花朵 完美的雅典人 年轻美貌刚健 沉迷于物质和肉体的享乐 渴望被关注 渴望被万人景仰 渴望建功立业 渴望征服 一心想要把雅典缔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 这是柏拉图在会影片中塑造出来的 亚西彼得的形象 很多人认为柏拉图塑造出来的这个亚西彼得 其实就是当时雅典这个城邦的化身 贪婪、奢侈、物质、虚荣、好战、腐败 已经偏离了善良和正义 于是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出现了 开始给亚西彼得灌输另外一种价值观 苏格拉底试图让亚西彼得 或者说亚西彼得所象征的雅典这座城邦明白 人生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那些物质和虚荣 一个人如果没有节制和善良 偏离了正义 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这也正是今天的我们仍然最新于 这个24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的原因 正像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苏格拉底认为 作为个体 我们需要去质疑自己周遭的世界 而这正是生活在现代的核心意义 苏格拉底立身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开端 民主和自由就是在那时 首次被人们当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在起源于24个世纪前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目睹道德伦理的诞生 以及对灵魂的确认 苏格拉底作为一个见证人 见证了真理 德性 正义和言论自由 因而也被奉为西方文明的基石 他还暗示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方法 在这片土地上使自身得到满足 苏格拉底的吸引力就在于 他劝说人们关照灵魂 他认为只有当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时候 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他提出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是我们而非他们 但是很遗憾 苏格拉底最终并没能通过教育这些青年 使城邦回到正义的轨道上 反而因为试图影响这些青年 背上了荼毒祖国花朵的罪名 患上了帝国病的雅典 最终还是掉入了休息底德陷阱 与斯巴达为首的波罗奔尼萨同盟之间 展开了一场世纪大战 这就是著名的波罗奔尼萨战争 最后整个希腊世界 绝大部分希腊城邦都卷入了这场战争里 也正是这场战争终结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使这则创造了无数文明奇迹的城邦 由胜转衰 而雅典由胜转衰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是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包容度 急剧下滑 黄金时代的雅典能够容得下各种声音 舆论环境极其宽容 言论极其自由 哲学家们可以在广场上高谈阔论 剧作家们可以用戏剧作品 在公共剧场里大肆批判政府 然而随着雅典的衰落 舆论环境忽然之间就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自由的空气不知不觉间就被抽干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猜忌诽谤和党通乏意 为了应对险峻的外部环境 雅典开始越来越强调城邦的主流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苏格拉底因言获罪 因为他试图把雅典的年轻人们拖出洞穴 因为他试图给患上帝国病的雅典 带来新的认知 他希望雅典的年轻人 不要沉迷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 真正的幸福是需要向内探索来获得的 这就与雅典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了 而苏格拉底的影响力又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为了让他闭嘴 雅典人就判了他死刑 苏格拉底这种人如果搁到今天的话 用小粉红的话来讲 就是典型的公知反思怪 我甚至觉得他应该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患上政治抑郁症的人 因为他被判处死刑之后 其实完全是可以轻松越狱 流亡到其他城邦的 事实上当时的雅典人正忙着过节呢 从而把他的刑期拖了整整一个月 而在这期间呢 判决他的人 看守他的人 负责执行的人 全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说呀 没有人真的想要他的命 但是呢 苏格拉底就是要坚守城邦的法律 一直蹲到了星星的那天 然后引下了毒紧之 所以在我看来 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种 自我了断的行为了 这就是为什么 苏格拉底之死会成为 整个人类历史上 整个人类文明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象征 因为苏格拉底之死 既是雅典衰落的一个缩影 也是人们质疑当下 反思当下 迈向文明的过程中 所要付出的代价 是苏格拉底自己用一杯毒锦 把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象征 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 他目睹过不少男人 少年 父女和儿童死于非命 当人们轻易地堕入野蛮状态 杀害同胞 邻里 家人和朋友时 他就在现场 在至爱们的陪伴下 躺在床上 死于暮年 这大概就是他的命运 对一段晚晚的人生来说 这也并非一种不幸的结局 苏格拉底的一生从未著书立说 他的所有言行和思想 都是由他的学生 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记录下来的 尤其是柏拉图 苏格拉底去世时 雅典正在波罗本尼萨战争中流血 他的城墙被推倒了 自信才华和自尊 也从那裂口中渗漏了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死后的前景 感到反胃 所以他逃离了雅典 流亡他乡 没错 柏拉图他润了 我觉得他润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虽然他最后还是又回到了雅典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回顾苏格拉底这一生 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漫步于雅典的街头 跟各种人辩论 探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 他总是无休无止的提问 似乎是想挖掘人们认识自我的潜力 而他的话语呢 正像书中所说的那样 他的话语是无与伦比的睿智之声 饱含知识 记忆 智慧和真理 在当时 以及此后的2400年里 都是人们的谈资 关于苏格拉底和他所生活的时代 肯定不是这么一个短短的视频 能够讲完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或者去读一读柏拉图的那些著作 然后呢 关于这个历史人物 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互动评论区 跟我多多交流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